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BIKING機車之訊網 我是小三 自從YAMAHA台灣三頁引進T-MAX 530之後 合理而價錢 全面的性能 很快就在台灣重車界掀起一波全新的熱潮 那麼在此同時很多人也在問 YAMAHA什麼時候要引進擋車型式的大型重機呢 在各方的期待之下 YAMAHA台灣三頁日前推出了第二輛大型重機 這次不僅是大家所期待的擋車型式 更是一輛擁有出色外型 易於操控特性 而且不管是老手、新手都會喜歡的中輛集結車 YAMAHA MT-07 MASTER OF TALK 扭力大師 這是YAMAHA MT車系縮寫的來源 也可以說是YAMAHA MT車系最根本的精神 從MT-01、MT-03到現在的MT-07 其實YAMAHA MT車系呢 它所追求的 一直都不是很誇張的大馬力 或者說快到嚇死人的驚人尾數 而是真正回歸到騎士本身操控 就像當年MT-01所訴求的一樣 鼓動感 它是要回歸到最原始的操控 從引擎的聲浪、轉動油門的感覺 到你騎乘上路所感受到的每個律動一樣 那是真的發自內心 真正去鼓動你心中最原始的騎車樂趣 事實上這個觀念 也一直廣泛的應用在YAMAHA所有車系當中 就像我們現在所常聽到的一樣 YAMAHA Rave Your Heart 而這樣的精神呢 當然也延續到整個MT-07的外型設計上 在以操控為主的概念下 YAMAHA MT-07它的整個外型設計 是朝向更緊緻、更動感的方向去做設計 而且它很巧妙地利用相互對比 和相互連結的雙層結構 去設計出擁有鮮明線條 帶有肌肉感 又充滿視覺張力的車體上半部 從整個頭燈、油箱到尾部都是這樣的設計 那麼在下半部的部分呢 引擎、排氣管、輪胎 則是呈現出一種強烈扭力 具有躍動感的視覺效果 而當兩者合而為一呢 其實它們在視覺的衝突感 跟整個協調性之間 達到了一個最佳的平衡 從原始的設計理念 到實際所呈現出來的整體造型 其實YAMAHA MT-07都在告訴我們一件事 它是一輛真正適合喜歡玩車人的車 同時也是一輛可以盡情享受騎乘樂趣的 玩樂車款 主打操控特性的YAMAHA MT-07 其實沒有什麼太過奢華的配備 在頭燈的部分 它採用的是H4規格的多重式反射大燈 透過光源集中的特性 讓它擁有更好的夜間照明度跟安全性 尾燈部分採用的是比較尖銳的造型 搭配LED燈具的材質 那麼整個視覺效果跟夜間辨識度來說 都表現得非常不錯 在儀表的部分採用的是數位式的多功能儀表 它走的是比較簡單俐落的造型 那一般我們常用的時速、轉速、油耗、油量 甚至是檔位指示燈上面都有 而一般行車所需的行車資訊來講 它都給的非常充足 算是非常實用的配備 在安全配備的部分 YAMAHA MT-07採用的是前雙疊、後占疊的配置 前面是282mm的雙浮動碟 搭配對向試火塞卡鉗 後面是245mm的碟盤 搭配單向單火塞卡鉗 那麼以整個自動的力道跟手感來說 其實表現得算是相當不錯 不過最重要的是 它原廠就配有ABS防鎖死刹車系統 那麼什麼是ABS防鎖死刹車系統呢 它就是在我們緊急刹車的時候 ABS系統它會偵測我們目前的刹車動作 一旦我們出現輪胎鎖死打滑的情況 它就會介入刹車 提供在不鎖死的情況下 提供最大的力道來幫助我們刹車 手起來有點複雜 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當你遇到緊急狀況的時候 它會幫助你用最安全的方式 來把車給停下來 對於所有騎車的人來說 這都是一個非常棒的主動式安全配備 一輛強調回歸操控本質 鼓動騎士靈魂的車 騎起來到底是怎麼樣的感覺呢 其實在實際試駕之前我也很好奇 那麼第一次接觸到MT07 我想大部分人會跟我一樣 覺得這個車怎麼會這麼輕 拜全新開發的輕量化車架所賜 其實YAMAHA的MT07 它的車重只有182公斤 光用牽的 你就可以感覺到 它是一輛非常輕盈的車款 那在實際做上去之後 你可以感覺到YAMAHA追求更緊緻 小型化的車體設計 它會讓你的騎乘姿勢變得更輕鬆更自在 你會覺得騎車還是好像沒有什麼負擔 那我想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是YAMAHA一直在強調的 它回歸操控本質 讓騎士可以更加輕鬆自在騎車的設計理念 在引擎的部分 YAMAHA MT07採用的是水冷四行程並列雙缸 689cc的引擎 那麼搭配鍛造活塞 12孔噴油嘴的噴射系統 還有270度香味曲軸設計等很多先進的新科技 打造出體積小 重量輕 但又保有充沛動能的引擎特性 根據官方所提供的引擎數據 MT07在9000轉的時候 能發揮出74.8P的最大馬力 在6500轉的時候 則能夠發揮6.9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更棒的是 從低速、中速到高速 MT07在全速域都能輸出80%以上的最大扭力 這不只符合它的扭力之上的精神 對於著重加速表現 追求徹底掌控動力的操控謎來說 這都會是非常棒的設計取向 當然 對於馬力派的狂熱者 或是數據之上的性能謎來說 你可能會想要更多一點 尤其是你拿來跟一些跑車或是動力取向的車款相比 你可能不會那麼的滿意 但是對我自己來講 我覺得這樣的數據跟動力表現 對於台灣的一般市區或是郊區山路來講 絕對都是非常的夠用 號稱Master of Talk的MT07 它的低速扭力 絕對是它整個騎乘動態表現上的一大亮點 當我們從1檔、2檔、3檔 甚至來到4檔的時候 我們都能夠在低轉速域感到非常充沛的扭力 你不用再擔心說要進彎的時候 我要後轉速怕出彎的時候轉速太低力道不夠 你也不用擔心說要超車要加速的時候 還會lag一下頓下力道踩上來 在MT07身上你不用擔心這些問題 當你轉動油門的時候 你可以很清楚的感覺到從引擎、輪胎 再從路面回饋回來的紮實地道 簡單來說它給我一種很黏的騎乘感覺 你幾乎可以感覺到你在轉動油門的同時 輪胎也同一時間在路面轉動的感覺 那是一種很強勁很迷人的特性 再加上它天量化的車體 還有舒適的騎乘姿勢 我想你應該可以感覺到什麼叫做人車合一的騎乘感受 那是非常有趣而且值得你再三回味的特性 我覺得它的設計感很強 就跟一般街車不太一樣 就會有主動想要接觸它的一種感覺 它這台車的設計的部分 我覺得它有很多科技感覺 那本身它有一個流線型的設計 然後我也很喜歡它的後座的設計的感覺 輕薄然後也輕巧 那還有我蠻欣賞它的輪框的設計 這台車在低中速區域的扭力真的是蠻不錯的 因為像是在山路上 你不管是要在彎道裡面想要激烈的操駕 或是說在一般市區做操車的動作 它的動力都算是隨傳隨到 你不用特別把轉速拉得很高 那它的動力就已經會出來 其實動力騎乘的話就是 有別以往我之前騎過其他冰裂雙鋼的輸出 那這台輸出比較直接 那其實它的直接也不會猛爆 加上它的一些輕巧的設計啊 流線感那些 其實車輛的重量其實 蠻反應到我們騎乘蠻輕巧的感覺 那其實它的動力的話 一般來講說我們在 比如玩特技的輸出的方面 其實一般的民眾 在一般道路騎乘上面其實都是很優越的 對 其實都是夠的 以R6來講的話 它雖然很快 可是它的 騎起來的負擔也特別重 因為它的車速的關係 再加上它的力量在屬於比較高轉的地方 那操控起來的感覺會特別累 那這個的話 MT07騎起來是非常可以輕鬆的騎 不管你是想要悠閒的在山上騎乘或是一般代步 我覺得都非常方便 整體看起來的話 因為它的特性就是它比較輕巧 那就是它有一個非常亮麗的外型的部分 其實一般民眾剛入手大型重型機車的人 還有就是一般女性 在他們在使用 譬如說代步 或是在一般道路騎乘上面 其實這台車給於一般的民眾來講 其實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我覺得這是一台非常適合來享受的車子 因為在騎乘MT07的時候 不需要把神經繃得很緊 可以很輕鬆的駕馭它 我覺得蠻好玩的一台車子 總結來說 YAMAHA MT07是一輛非常簡單 好玩的車款 那它也改變了過去我對雙鋼車的印象 因為以前我騎雙鋼車其實沒有什麼太特別的感覺 簡單說就是沒有FU 那雖然說 它不像一些純種跑車 擁有很高的尾速很強的運動性能 可是MT07它所擁有的騎乘本值 是非常的純粹 讓我感覺有非常非常多的騎乘樂趣 也讓我覺得非常的驚艷 如果你也對它有興趣的話 我會強烈建議 近距離去觀賞它 找個機會去賞車去體驗 最好的話可以進行試駕 相信你也可以和我一樣 在騎乘中感覺到非常多的樂趣 並且去了解什麼叫做鼓動感 什麼叫做真正的Rave your heart 我是小三 以上是這次我們Bike In的新車測試報告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 嗯 是嗎 有嗎 有嗎 我坐下 是吧 YAMAHA MT-07在台灣的官方建議售價是36萬 不含排險 我不知道大家對這個價格有什麼看法 其實就我自己個人來說 其實我覺得算是相當便宜了 因為台灣中計市場它的售價偏高 其實這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了 那台灣商業有沒有在試圖把價格壓低 其實我覺得這是有的 而且很明顯 因為我們去看T-MAX 530 在官方代理前跟官方代理之後 它市場上的售價價差 一翻兩正眼是很清楚的 那麼這次YAMAHA用36萬的價格引進MT-07 對市場一定會造成某些程度上的衝擊 甚至可能會影響到 明年其他三間日本車廠在台灣的佈局 可能他們選擇販售的車款或是價錢 也會因此而由所改變 這個衝擊到底是好的還是壞的呢? 我不知道 就我個人我希望是好的 我希望明年的車界呢 可以因此而變得更加熱鬧 更加有趣 那實際狀況到底是怎麼樣呢? 我想就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